云林发生了一场惊悚的车祸 这是一名53岁的无性复原 绿灯执行的时候遭到左转的轿车撞击 倒地后被驾驶开的车辆碾过两次 幸好他命大意识清醒 四肢有擦错箱送医治疗 而在台中则是有驾驶违规左转 波及对象机车还有这个骑士 骑士当场人都喷飞了 绿灯亮起机车骑士起步执行 对象一步要左转的轿车一面开来 骑士见状直觉反应往右闪 但下一秒还是被撞上 这一状机车骑士倒地不起 驾驶也没杀住继续往前开 两度念过骑士 骑士说要怎么要怎么 我说你快点抖 不然你把车车抖掉 抖到他抖到他抖到他抖掉 发现他被压在车子底下 我就赶快找几个人 然后合力把车子先抬起来这样 让他脱困 惊悚车祸发生在云林斗南 易德路汉福的路桥插入口前 热心民众第一时间上前帮忙 协助女骑士脱困 幸好女骑士命大旧出时意识清醒 但骨盆变形四肢也有擦措伤 另外在台中也是转弯车量货 蓝色轿车违规左转 撞上对象另一步执行轿车 同样在对象的机车骑士 闪避不及喷飞倒地 幸好当时后方没有其他来车 骑士只有擦措伤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文明北方忠臣 麦文良云林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